20多年前来将军到这段 我们老公一直都收到你们大家的支持 和坚定 在这里只有在处 用最先的极限来感谢各位 神神一鞠躬献原料子佑 感谢现场民众的热情力挺 秉持以服务为目的前走基层 累积了丰厚的人脉 地下在政坛扎实的根基 对于选民的陈情案件 总是亲力轻微 阶层服务获得乡亲的爱戴 希望民众继续支持 未来会持续为广大的乡亲 来争取建设及福利 一秉着过去的一个初衷 我一定也同样 那样认真 那样困难 英文都跟我们的好朋友站在街上 来为我们的好朋友来博物 大家都是我的贵人 我希望说 在这边只有的竞争 连任 这次第五次 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好朋友 继续给我支持 只有是定期第一就好 我一定会同样 跟过期同样 来 真认真来打拼 来给大家博物 邀请在地摄取舞蹈班 带来精彩的表演节目 与正名同乐 廖子佑议员温政十六年 在议会为教育地方建设而发声 服务勤快 尤其是对于南投县 禁老爱新乘车卡 使用率偏低的问题 积极的关注 希望大家支持他连任成功 让这项政策继续来推动 招幅县内的长者 尤其是廖子佑对这个老人乘车卡 我们县府编这个一千块的预算 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议会里面 我们很早就跟县长讲了 说我们既然编这个预算 就希望长辈来花 可是我们县政府就是限制在八十块 那我们是在议会里面 是希望说编一千块 未来也可以来帮我们这些长辈来付健保费 那我希望说廖子佑如果他 这次可以顺利的连任 这项政策继续来推动 希望说让老人家不只是看得到 是实际上可以花得到 在众人的鼓励及动算声中 先远廖子佑再三感谢乡亲 多年来的支持及力挺 也感谢所有乡亲的栽培 希望11月26日花支持为选票 再度给予他服务群众的机会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